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076集 周成,我要回京城答辩,你一个人在港岛 周成最近还挺忙的,说她在做任务吧,夏小兰又没瞧见过其他人,都是周成独自行动 陪夏小兰回京城答辩有点难,她就希望周成独自在港岛时能照顾好自己,安全为重 多为我考虑,也替周叔叔和关阿姨考虑 夏小兰就强调了这么一件事 周成答应得很痛快,两人在罗湖海关分别 夏小兰北上京城,进行毕业答辩 与此同时,另一对旧情人也难舍难分 高尔夫俱乐部的私密性,为夏紫玉和王建华的优惠提供了场所 夏紫玉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这一步 她算计好时间,终于把杜征荣重新勾上床 那几天是她的排卵期,而她亦是非常好受孕的体质 上次偷偷停了避孕药第二个月就怀了 上次流产的事,对夏紫玉来说愤怒多过伤心,就是这个原因 孩子掉了,再怀一个不就得了 杜征荣也没她想象中不行 虽然是有点不如从前,过夫妻生活倒还行 可她还是没怀上 一边是刘可颖的肚子渐渐大了 另一边是她连续两个月受孕失败 夏紫玉心中焦急 这份焦急让她完全没功夫去管C2投资的事 唯有启航资本那边又传来不好消息 才会让她略开怀 借种的念头,被点燃了,就怎么也压不下去 可能并不是她的问题,是杜征荣上了年纪 精子质量变差了 鬼知道刘可颖是怎么怀上的 轮到夏紫玉就不行了 她试探性和王建华重逢 王建华知道她如今改头换性在港岛 给杜征荣当小老婆,又惊又怒,脱口而出 在王建华心里,夏紫玉还是那个非常不容易 从农村考上大学,并且深爱着她的女人 从她手里拿了介绍信逃跑,给她惹上麻烦 王建华没怎么恨上夏紫玉 夏紫玉不跑,就要被抓去坐牢 王建华又不是弱智,夏紫玉问她要介绍信 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夏紫玉毕竟是清清白白的身子跟了她 两人又在那种情况下被迫分开 王建华对夏紫玉还有几分真心计划 面对夏紫玉如今的状况,她是真的担心 夏紫玉不和她争辩,只是叹息 走一步看一步吧,除了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又能做什么呢 杜生在HK势力很大,你若在HK街头看到我,我都不敢和你说话 你觉得我跟着杜生委屈,可离开她,我真是无依无靠 回内地是不可能的,没有杜生的庇护,我就还是那个逃犯 你知不知道夏小兰如今有个位高权重的继父 只要我以夏紫玉身份出现,必然会被抓住 王建华顿时说不出话来 她是挺怜惜夏紫玉 可王广平的仕途起伏,让王建华自诩看尽了人情冷暖 第一,她不可能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丢掉张家女婿的身份重新去接纳夏紫玉 第二,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她面前 她是无力庇护夏紫玉的 起码在汤洪恩退休,在周国斌,周文邦等人退休 还得加上周成自己也倒霉之前,她没那底气 夏紫玉见她为难,也只是笑笑 没关系,我们还能这样偶尔见一面,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可千万别为了我影响前途 王建华现在混得还行,如果按阵势头发展下去 未必达不到上辈子的高度 借种的计划,在夏紫玉心底渐渐清晰 王建华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人选 他的孩子生下来,杜征荣活着时,有杜征荣可以照顾 等杜征荣死了,王建华若混得不错,照样可以照顾他和孩子 有钱的爹地,有权的爸爸,都是很好的靠山 就像夏紫玉自己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总得再试试 借种是有风险的,一旦事情败露 杜征荣肯定会让他生不如死,那是最后的选择 此前,先吊着王建华就行 夏紫玉心怀鬼胎,王建华也颇为膨胀 别人的老婆心里惦记着他,王建华能不膨胀吗 男人嘛,需要女人的爱慕来建立自信 前女友夏紫玉对他念念不忘 还有个情人柳山,没名没分跟着他 他想不膨胀都难 夏紫玉回京城答辩,顺道把307寝室的五个室友一起烧上 暑假两个月,他们是各有收获 苏静嘛,被公羊一通打击后,更清晰认识到自我 他要走室内设计的路子,就得放下华清学生的架子,从头学 公羊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需要从什么方面下手 苏静这两个月是受益肥浅 杨永红整天在现场出没,脸颊晒得红肿脱皮 胳膊和脖子以下也是两个颜色 但他自己做得很欢乐,又能学到东西,还能赚钱 他没啥不乐意的 是的,杨永红这个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华清 看似307寝室里最愚笨的一个,反而是上手最快的一个 他有从前的实践经验,他知道在施工现场该做啥 他的实习薪水是一点水分都没有 他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是拿这么多钱 当然,杨永红父母如今是养殖户 家庭经济能自给自足了 不需要杨永红贴补 夏小兰就建议杨永红自己把这两个月的工资留下 包括今后几年的收入都这样做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学会存钱 钱都是一笔一笔攒下,积少成多的 普通人没有什么投资渠道,那就顺应社会发展呗 当单位分房子时就住着 国家推行房改,只要补一部分钱 单位分的房子就能从工房变成私人房产 这时候就需要补钱 有的人却连这部分钱都拿不出来 不下海经商的城镇职工 这就是未来几年可以抓住的第一次财富跃进机会 虽然夏小兰不会看摄友们越过越差 杨永红将来要是拿不出房改时私人需要补上的钱 夏小兰愿意借,甚至直接出了也行 但杨永红的性格应该更愿意靠自己吧 夏小兰的建议也是为杨永红好 帮家人是肯定的,那也得自己过得好 才能更大度地帮 杨永红想了想,算是同意了夏小兰的建议 等我弟妈的养殖挣不到钱了 我再把弟弟妹妹的开销揽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